我们今天就去这里明珠美术馆 看的展就是安藤忠雄的展 本来刚才到那个明珠美术馆要进去了 我们在摩天轮票路上面订了票 然后迟迟都没有付票 大概已经有至少有半个多小时了 还没有付票 然后我们和韩那边的客服有联系了 然后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结果 不过这个摩天轮票路出票好像是非常慢的 下次还是去大麦网试一试吧 格瓦拉 啊格瓦拉呀 现在坐在一个滑雪的 给小孩玩的滑雪场的旁边 坐在玻璃旁边 等着票路这边的消息 票来了我们现在就去明珠美术馆 阿姨们就喜欢喝这些雕塑拍照 尤其是喝身材比例这么好的男雕塑 EVENTUALLY EVENTUALLY Oh that reminds me of a wonderful IP I had once 小孩玩的 进口 最后 我看到 看的就是他现在的这个作品 是为了新华书店80周年 然后设计了一个光的空间的一个作品 这么多正在进行中的项目呢 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这个 2017年 这P341就是他的第341个作品吗 对 他确实是特别善用光 善用自然光 看他所有的这些建筑式作品当中 很多都是利用自然光 这个我见过 这个好像在Instagram上没有看过 是不是因为他这个频闪比较慢 所以摄像机拍下来的有一段一段的水波纹 看的时候大家都以为自己的屏幕坏了 这边是一个日本直岛的一个 算是微缩的景观图 然后在很多很多年前 日本直岛是一个人际罕至的一个荒岛 可以这么讲 但是后来因为安藤忠雄的这些建筑设计 然后给这个岛上带来了勃勃的生机 后来这个岛就变成了一个旅游圣地了 所以这些都是在岛上的这些微缩景观 这部分呢是按照就是1比10的比例 把这个光的空间的整个图书馆的设计 微缩成这样一个景观 待会我们就到这个图书馆的二层的位置去参观一下 creation MING PAO TÓLO MING PAO TOO 在公共卫生间第一次看到这么有人文关怀的设计 轻轻一碰为儿童专用洗手的脚踏 碰一下就出来了 然后小孩 我感觉它承重不是特别好 anyway还是很有人能关怀的 起码我在上海是第一次看见这样的设计